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,中国跳水梦之队表现出色,夺得全部10枚金牌,而且包揽了过去12届亚运会全部的80枚金牌,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,从来没有错失金牌,统治力太强了。 跳水队能够一直这么强大,主要和传承有关,在福明霞之后是郭晶晶和吴敏霞,而郭晶晶和吴敏霞相继退役后,还有奥运五金王陈洛琳,如今,全红禅和陈玉希等还为满20岁的小将挑大梁,也没有让人失望,他们二人之间的PK甚至是跳水队历史上最精彩的对决。 在纪念亚运会中,全红禅在决赛第二跳中获得满分,七个裁判全部打10分,最终他也以438.20分夺得金牌,陈玉希也拿到435.65分的高分,最终获得一枚银牌。 全红禅和陈玉希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,两人均完成超级大满贯,所有跳水重大赛事的金牌都拿到了。 未来至少10年时间,全红禅和陈玉希不仅是黄金搭档,还是竞争对手,他们会激励彼此变得更好。 不知道全红禅今年会不会回到老家麦荷聪过年,他在去年接近年底的时候返乡,在家里待了大概一周时间,就回到跳水队投入东讯当中,也十分辛苦。 值得一提的是,全红禅48岁父亲在昨天深夜10点更新了社交媒体,他晒出了给妻子送特别礼物的视频,非常浪漫。 全红禅的父亲全文帽用橙子当做材料,制作了一个非常精致的果盘,送给妻子冯玲妹,而冯玲妹在看到后笑容满面,随后夫妻二人开始品尝美味的水果,场面十分温馨幸福。 而且,全文帽还浪漫写道,日子平平淡淡,但有你。 全文帽和冯玲妹两人的感情非常好,育有五个孩子,家庭也曾经十分贫困,冯玲妹的身体在前些年不太好,而且还没钱看病。 全红禅在夺得2021年东京奥运会金牌后,他当时就表示,这么努力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赚钱给母亲看病,也感动了无数人。 短短两年时间,通过全家人的努力,全红禅的家庭条件已经好了很多,在当地也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。 全文帽种植了几十亩果园,这两年效益非常不错,比较忙的时候还会找一些工人帮忙。 而且,全文帽的大儿子全静华是当地直播红人,事业上取得突破,现在家里根本不用为钱发愁了。 而全红禅也非常牵挂自己的父母,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全红禅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愿,希望他们身体健康,吃好喝好。 全文帽和冯玲妹拥有这样一位努力且孝顺的女儿,相信也无比骄傲。 全文帽和冠状